好 以憤怒為力量 以閃耀的拳頭來取勝 只要他出現 對方就會挨一巴掌 YO 大家好 我是CM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裡是雞射系列 終於要開始機動武鬥傳G系列了 從現在開始到明年的今天 我的整個頻道都會是以這個系列為主 好 由於這部作品稍微特殊點 所以咱講點故事 但不啰嗦 單機介紹 先看個片頭我們立馬開始 在未來世紀 由於地球極度污染 各國開始離開地球飛往宇宙 在宇宙空間建立起了殖民衛星 為了避免殖民衛星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 所以把戰爭模式改成了高達武鬥會 以下簡稱GF 每四年為一度 由各殖民星國家派出自己的機動鬥士 也就是MF 以地球為戰場 擂台賽的方式一對一單挑 最後勝出的一方所代表的國家 便能得到殖民衛星國家聯邦四年的主導權 所以GF是以一種理想的 充滿體育精神的代理戰爭系統所運營 隨著年代的發展 MF的技術也在進步 而影響最大的就是FC48年 和FC56年登場的MF 這是MF發展史的兩大重要節點 首先是FC48年 在那一年 來自英國的MF 無列顛高達 以射擊類武器 遠程模式連勝三局總冠軍 也因為這一表現 各國殖民衛星開始跟風 大家都開始投入了光束類武器的研發 GF也開始變成了以射擊的模式來決鬥 而終止這一潮流的 就是FC56年 出現的九龍高達 東方老師用格鬥技證明了光束類武器 在它面前就是跟冰棒 就在那時那刻 各國殖民衛星開始明白 比起軍備擴張 不如開發強力的機體 從此GF又回歸了格鬥戰為主 好 故事講完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 本季要介紹的機體就是這一台 GF-13-017MJ 閃光高達 它是第十三屆GF代表新日本的MF 由深村博士開發 以強化格鬥戰為概念 所設計的這台機 全身上下距離武器 只有一個火神砲和一個小型的光束砲 由於火力不足 單純以牽制作用為主 而實際戰鬥主要用的是 腰間的光束軍刀和拳頭 另外 閃光高達還安裝了 可以利用駕駛員的情感為能源的新系統 也因為這套系統 讓閃光高達在肉體和精神上 可以完全同步 真正實現人機合一的境界 順著一個響子 出來吧 閃光高達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結構 高為16.2米 重為6.8噸 整體設計是以日本的武士 和歌舞技為主題 頭部為一般高達的特徵 還是那個味道 刀型天線加火神砲 整個外觀帶有日本特色 臉部位置是一個活動機甲 頭部兩側和頭頂也是一個活動散熱部件 在超級模式的狀態下 為了更好的散熱 臉部機甲會打開 裏面為紅色 頭頂會向上頂起 兩邊則向外打開 整個頭部外觀都會改變形態 令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肩部是一個比其他MF都要大很多的裝甲 是雙重結構組成 在超級模式的狀態下 外側的裝甲 會以滑動的方式向外滑開 會露出內部裝甲的散熱器 來進行強制散熱 手部配置了一個護甲 在日常戰鬥中 以防禦為主 而在護甲的內部 藏著推進器和小型的光束炮 前方的這個位置就是光束炮 而後方這個位置 是一個輔助型推進器 在格鬥過程中 可以起到給手部加速的作用 就像這樣 從而起到增強攻擊力 腿部則裝載了開放式機甲結構 在小腿的側面 就是這裡有一塊機甲 當展開時 裡面是一個輔助推進器 主要用於反衝力 和突擊時的加速作用 從而提升機體的機動性 腳尖是斬張機構 可以很好的增強穩定性 在腳掌的底部 也內置了一個推進器 這使閃光高達可以一口氣 衝到對手的面前 來個臉貼臉 接下來看看兩個對比圖 以上就是普通模式和超級模式的對比 當使用必殺時 機體每個部位的散熱結構 都會展開 在壓制機體溫度上升的同時 也可以藉著內部推進器 來提高高達的靈活機動性 最後還有一個真正的超級模式 在多蒙機動憤怒的時候啟動 從機體的中間開始慢慢的變成金色 擴散全身 機動性能也會發揮到極限 但由於機動憤怒的狀態下 動作缺點很大 在東方不敗眼裡 他的全身都是破綻 在修巴魯茲的幫助下 多蒙最後學會了一個既激動 又不思冷靜的明鏡止水境界 消除了以上的缺點 展示出了壓倒東方不敗的實力 好 接下來說一下核心系統 在背部有一個主推進器的背包 其實是一個核心登陸艇 可以跟MF本體分離或者合體 分離時為駕駛員的交通工具 外觀跟汽車一樣 但沒有車輪 以懸浮為主 可用於駕駛員長距離的地面駕駛 不但陸地能跑 水面上也沒有問題 內部跟汽車一樣 方便操作 當以推進背包模式時 駕駛艙向下90度 可以變成一個推進背包的部件 直接從MF的背部插入 讓駕駛員進入核心的控制艙 一般在核心登陸艇飛過去的過程中 就會完成變形 可以直接插入 在腹部為控制艙 艙門向下開啟 可以直接看到內部 內部控制艙為球型結構 駕駛員以站立的方式駕駛 為什麼又圓又站 大家看看這張圖 是的 為了不妨礙駕駛員的動作 球型設計可以預留很大的空間 並面為全方位顯示器 不僅顯示外部的景象 也會將需要的情報 以各種視窗的方式來顯示 整個控制窗系統為機動軌跡系統 以下簡稱MPS 在使用MPS時 駕駛員必須穿上專用的格鬥控制服 這一套控制服 在超流動性的高分子化合物薄膜上 附著了無數的納米機械而成 當緊貼在駕駛員身體時 可以藉由納米機械來形成各種回路 透過這些回路 駕駛員的動作就會被完全的 傳達到機體的身上 另外 為了讓機體和駕駛員之間的連動性 NTS也會擁有高度的回饋系統 換句通俗的話就是痛覺 當機體被咒死 別以為你可以在駕駛艙喝喝笑 這個痛覺會直接傳遞給駕駛員 在機體被咒趴下時 會帶有駕駛員的哎呀生效 比如這樣 痛痛痛痛痛 好接下來是駕駛員部分 多蒙卡修 一個為了追查兄長下落 而來到地球的孤傲戰士 出生於FC39年 10歲跟著東方老師學藝 修行真的是謀殃功哦 20歲獲得了殖民衛星格鬥冠軍 21歲代表新日本參加 第13屆的高達武鬥會 這孩子也慘 本來父親和兄長都是天才 結果被告知兄長開著惡魔高達跑了 母親也沒了 父親也因為這次事件 被判永久冰凍之行 瞬間復刻本剩他一個 好不容易碰到他最尊敬的師父 師父 回答我多謀 劉沛 東方不敗事 王者之風 全新 系列 石破 瞎亂 看吧 東方正鮮紅的燃燒起來 師父 男子漢不哭 要不要跟我一起墮落 蛤 好 順著多謀的憤怒 我們一起看看武裝部分 首先是雞類武器 火神砲和手臂的護甲裏面的小型光束砲 前面說了 因為閃光高達主要是近戰格鬥為主 並沒有過度的重視這類距離和光束類武器 所以他的攻擊非常的低 在賽場上 火神砲主要是牽制 而小型光束砲 至於動畫中有沒有用過 我是真的不記得 沒有什麼印象 如果有出現過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我回頭去看看 而遊戲中就是常規招 除了首參戰的作品外 其他作品他都有展示出來 在左側的腰部 裝備了一大一小兩把光束軍刀 搭配多門的劍術技巧 在格鬥戰中揮灑自如 在劇中也貢獻過幾場精彩的劍技 你看他收刀時那得瑟的 接下來看看他的必殺 根據GF國際條約第一條 頭部破壞即宣布淘汰 也就是說 比起兩個人打太極 一點一點積累似的給對手傷害 還不如以最短的時間 一口氣把對方的頭部捏爆 這樣來的更有效率 要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就要攻略對方頭部的防禦 為了這個目標 閃光高達有一個很強的必殺技 閃光手指 所謂閃光手指 就是從高達的指關節處 噴出具有高度能量的液態金屬 然後覆蓋整個手掌 再把手掌張開 從而抓住對方的頭部 讓接觸到的對手瞬間被破壞 每當多盟舉起手掌 我的手在跑小 他叫我揍你 必殺 閃光手指 GF條約第一條 破壞頭部算勝利 因為是裝置在手掌內部的關係 使用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何況還是多盟的這種格鬥家 除了本機的常規必殺外 閃光高達隨著多盟的氣勢高昂 在真正的超級模式下 還會進化出最強的必殺技 閃光手指劍 就是將拳頭所發出的高強度能源噴流 集中在光束軍刀上的必殺技 比起閃光手指 無論是攻擊範圍還是破壞力上 都要更上一層樓 好 本機機設就講到這 簡單明了 下期是閃光高達的激戰盤點系列 原本是先盤點後激色的 但感覺這樣不夠邏輯 就換了一下 放個預告圖 我的視頻全程不要面露 不做搬運 喜歡的朋友請點贊關注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見吧